我最近幾天在寫的幾篇文章 那跟各位這門課目前還沒什麼關聯 但是跟其他課程會有關聯 那第一篇我寫的是這一個 用十分鐘向Name to Tetris 學會設計處理器 那這一篇其實是各位有一門課叫計算機結構在二年級上學期 那今年我是上三年級的上學期的課 那他們就第一次嘗試用這一門Name to Tetris 的網路課程來上課 那如果你回去你覺得我有空 我現在不知道要學什麼 那你可以嘗試一下 因為東西都在網路上 那這個東西 不見 不是不見 是那個位置錯了 改換這個 那東西都在網路上 你只要打上Name to Tetris到Google 然後你就可以找到這一個網站 那你也可以找到我們的課程 譬如說Name to Tetris的課程 在我的課程地圖裡面現在都有 在計算機結構這一門課裡面 就是用Name to Tetris 那你可以進去裡面看 就會看到 怎麼樣子設計一顆處理器 那這從第一講到第五講 總共其實很少 那可是你只要把它裡面的習題都做一做 你就可以學完Name to Tetris的整個課程 而且你就會設計一顆CPU了 不過有個問題 你不能害怕英文 你看這課程的官網是英文的 然後呢 他的影片的部分呢 就是課程的影片首頁應該在這裡 影片的部分全部也都是英文的 除非是我自己錄的 我自己錄的就不是英文 那可以找一下 Name to Tetris 他的官網 裡面 喔不是這個 這個影片不在這裡喔 影片在Coursera上面 Coursera Coursera Coursera上面 來 那打Name to Tetris Coursera上面用的不是2喔 是這個Tool 然後 Coursera 這門課 那這門課 你進去看 你就會發現說 這要引漏 然後 你可以用Facebook登錄 然後進去之後 你就可以看到影片 必須要先登錄 這個是Coursera這個開放課程網站 必須要先登錄 那我們先不看 那所以你如果寒假回去 你覺得有空的話 你可以先看看這一篇 然後呢 再去看一下 開始從Coursera上面影片一個看 一個做席題 那有什麼好處 各位 只要做過我們 絕對不會讓你白費喔 意思就是說 你這門課 如果你在上面的旗題 你都做完了 你二年級上學期的時候 就不用來上課了 你拿你做完的東西給我 我給你口試一下 你整個學期都不用來 了解 那當然你想來也可以啦 我們不會逼你說不能來 但是 你如果學會了 基本上你那門課 給我口試完 成績就出來了 我會把它登錄在最後的成績裡面 你就基本上可以不用來上課 那 後來我就發現說 有點問題喔 什麼問題呢 我發現 很多課程其實我們學了很久 但是 有沒有學會 這是一件 很麻煩的事情 很多東西其實 並沒那麼難 可是我們的課本很難 為什麼東西沒那麼難 但是課本很難呢 好 這個事情 各位 有沒有想過 你們哪一門課 你覺得課本很難 有沒有 正學期有上法 微積分 微積分 微積分課本有幾頁 沒有 沒有反應 沒有買微積分課本 是嗎 沒去注意 沒去注意 大概多厚吧 用厚度就知道了 厚度大概是 一顆硬碟 還是一個板差 還是 像鍵盤這樣子而已 像鍵盤這樣子 板差 板差這麼厚 OK 那也算厚了 不過通常還會更厚的 像這顆硬碟這麼厚的 微積分常常有 OK 那可是 你們微積分上到哪 微分 積分 積分應該有上完 多變數積分 有嗎 沒有反應 好 不知道有沒有上多變數積分 再來 副業轉換 肯定沒上 微分方程 一定沒上 因為那是工程數學的範圍 還有 什麼 雷劍德函數 貝索函數 之類 應該是不會有 因為那也是工程數學的範圍 還有 拉普拉斯轉換 那也是微分方程的範圍 好 所以這些都 通常微積分都還上不到 因為要分兩學期 而且還有另外一本更厚的工程數學在後面 你需要學會 微積分工程數學兩門課 你才學會了一個東西叫做連續函數 微積分工程數學在學什麼 就是連續函數 那 我問各位一個事情 微積分裡面那個無限小的符號 有兩個 各位還記得怎麼唸嗎 代表無限小的 兩個希臘字母 一個很像E的倒過來 ABCDE的E的倒過來 不是小寫的E是大寫的E 但是寫成YY的樣子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就是兩個圈圈 有點像8 但是 頭比較小 身體比較大 講不出來 一個叫EPS 一個叫Delta 有嗎 有吧 好 好 那 OK 你學完微積分通常就學那些東西 可是 問題來了 請問你從微積分裡面學為什麼 微分 OK 我們會算微分式 微分其實比較簡單 因為微分有公式嘛 微分完全可以用公式解對不對 那積分呢 積分通常是微分反過來 所以沒辦法用公式解 這很奇怪喔 明明是微分反過來 但是為什麼沒辦法用公式解 可是 數學家一直在找這樣的東西 但是 這個公式解 積分好像就是比較難 好 那微分的公式解 往往譬如說 你如果沒有辦法直接套 那就套練手規則 進去 對不對 就分兩層三層 解掉 OK 好 那可是 各位 現在等於是剛學完 下學期你還會記得嗎 不一定喔 在下下學期呢 可是你真正用到它的時候 可能是什麼時候了 可能是你在我們系上 可能是 你在三年級四年級的時候 修到 趙里祥老師的一門課 叫影像處理的時候 你才會用到它 而且用到的是不利的轉換 所以 通常你已經沒有印象了 同樣的 各位現在 這學期應該有修 數位邏輯吧 對不對 好 好現在問各位 因為問題喔 你修完數位邏輯了 欸 數位邏輯 請問考考了沒 考了耶 太棒了 那我們現在就可以來問這個問題 稍微做一下統計 好 好 七段顯示器 最上面那根亮棒 你可以從 增值表 卡諾圖 做到電路出來的 請舉手一下 有吧應該有吧 等一下我這樣問好像沒有人敢舉手 你做不出來的請舉手一下 也沒有舉手 好 那我們不知道什麼情況 所以這就是我們教育的一大問題喔 什麼問題呢 就是 老師永遠不知道學生到底學會了沒 所以 我現在也有個問題 為什麼沒有要期末口試 因為我也不知道各位 這學期的內容學會了 但是事實上呢 我相信我期末口試完 我還是會得到 一個最後的答案 就是 我還是不知道各位這學期的內容學會了沒 我們口試是要口試什麼 我們口試不是 不是在檢驗你 是在檢驗誰 是在檢驗我 對啊 但是最後其實我不知道 為什麼 因為大家很會偽裝 你知道那個 在生物的進化史上 生物會 會最後變成 具有偽裝功能 對不對 譬如說變色龍 你會看它 停在那個石頭上的時候 你完全覺得它是一顆石頭 OK 那個 有一些螳螂 你發現它停在那個 樹枝上的時候 完全就是那隻樹枝 OK 各位這一門課都修得很好 偽裝術 也就是 雖然我不會 但是呢 在老師面前我都會了 可是 每個人自己都知道自己到底會不會 但是我們永遠都不知道你會不會 好 所以我要告訴各位 我打的分數 一點都不客觀 為什麼 因為各位的偽裝術太好 我 會看 欸 那顆明明是石頭 結果是隻變色龍 對啊 所以 那些分數 基本上 不能決定什麼 它就只是個分數而已 所以你說今天的口試重不重要 對各位來講 或許它決定了你這學期 需不需要重修這件事情 但是 絕大部分的狀況是 是 重修 真正會的人很少會被我抓出來重修的 幾乎我還沒有碰到這樣的狀況 真正會的人 但是 我會抓到 我會放過很多 不會的人 我以為他們會 所以 他們也沒有重修 但是 不會的人呢 可能有幾個 會被我抓到 然後他們要重修了 好 那這時候那個 被 被 被我抓到要重修的人 就覺得分分不平 為什麼他也不會 他明明是考試作弊的 但是 考試沒作弊 明年當學弟 所以 當學弟的人 就 開始分分不平 為什麼 他作弊我沒作弊 但是他 不用重修 我重修了 好 那如果你會 為這件事情分分不平呢 我要告訴你 你這輩子要分分不平的事情 還很多 為什麼那個人貪污 結果升大官了 為什麼那個人總是拍長官馬屁 結果 變成我的長官 OK 這個世界上 就是這樣運作的 就是這樣運作的 包含在這堂課上 他也是這樣運作的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判斷 到底 真實的狀況是怎樣 真實只存在你的心中而已 所以 有一句話叫做 不成無物 只要你不誠實 什麼東西都是可以不存在 好 好OK 所以我們現在要看的 其實是 你面對自己的時候 我想不想學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東西 我想學的話 我也沒有真的把它學會 那你會設計一顆處理器 透過Net to Tetris 你可以學會設計一顆處理器 但是 如果你去念傳統的教科書 你學不會設計處理器 可是你會學會很多理論 不過我們給各位的建議是 你應該先上還Net to Tetris 這門課 學會設計一顆處理器之後 再去看傳統的教科書 再去看像白算盤的這種教科書 然後 看看處理器的進一步 改良速度 該怎麼做 好 那這就是第一篇 這個我們想要 傳達的事情 所以蠻建議各位可以看看這篇 但是 這一個網址顯然 被我弄錯了 但是這個是對的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寫了這篇 各位還沒上資料結構 演算法和計算理論 不過各位 明年可能是二上的時候會上資料結構 那可能是三上的時候會上演算法 計算理論各位在這個學校大概不會上到 如果萬一你考進了譬如說台大職工 碩士班 就會被迫上這門課 但是呢 我們 我當時修的時候也覺得很困擾 書也是一本比一本厚 那 書那麼厚 一開始還可以唸完 三百頁的時候 五百頁的時候你還可以唸完 一千多頁的時候就真的唸不完 那問題是 演算法後來的書就一千多頁 計算理論比較薄一點 但是難度又很難 資料結構比較簡單一點 但是後來也越來越大本 一定要學那麼多才真正算學會嗎 這是我們今天想問的一個問題 你今天已經學完程式設計了 我們這學期也教了很多很多東西 如果你還有印象的話 我們這學期到底教了什麼 我們錢大概其中好錢我們交的就是 變數宣告 再來 衣服 再來回圈 再來函數 再來物件 物件我們還拖到很晚之後才交 對不對 所以沒了就這幾個東西 我這樣講看起來很簡單 可是 語法上真的也很簡單 各位在第一堂的憤怒鳥抓珠的那個CodeORG裡面 各位一小時都可以把它做完 我們後來 其中好錢所上的也就是這些東西 各位其實是可以做完 可以學會 只不過把圖像式的轉換成文字式的 所以東西內容其實沒有真的很多 但是到其中好後之後我們就有點操展開 對不對 我們沒有其中好但是其中好後我們就有點操展開 展開成什麼 展開成前端技術 還有印象嗎 就這門課其實我們現在上到了一二部分 我後來重新整理整個課程網頁 我們其中好前上的是語言基礎 其中好後上的是前端網頁技術 但是其中有一堂課因為有同學問的關係 我們先上的伺服器怎麼寫 還有印象嗎 所以伺服器其實我們後面還會講 可是目前是講到前面兩部分 第一部分的話就是流程 就是if why for 正列和字串就正列 那 函數 參數就是函數 Jason 這個物件 地回 這還是函數 只不過自己呼叫自己 匿名函數和回呼 只不過是不要給他名字 然後呢 把函數傳進去之後 在適當的時候他會回來呼叫你 叫回呼 OK 再來 物件導向 基本上就是把Jason裡面 加上可以宣告函數 OK 就這些 所以如果你這學期學會了這些 後面不會沒有關係 你只要學會了這些後面不會 通通都沒關係 問題是你這些要學會 這些是根本 你四年之內 你這個一定要會 萬一你四年之內這個東西不會 應該不是說這個 而是說任何一門語言 你至少要把這些東西學會 而且會到什麼程度 會到 當我們給你一個問題 那個問題不要太難 你就可以用這些東西 去做出來 舉個例子 什麼樣的問題不要太難 你就可以用這些東西做出來 在業界很多 每天都在做的一些事情 比如說財務報表 用電腦做財務報表怎麼做 業界天天都在做 做MIS的人天天都在做 就財務的會計資料 每一筆一筆的流水帳 上面都有分類對不對 然後你就看這筆到底是收入還是支出 然後應該分在哪一個 它是分在哪一個會計項目上面都有標示 你就寫個程式 把這些資料 根據會計項目做分類 然後做每一個分類的小計 那小計完之後 做每一個大類的總計 做完全的總計 收入減支出就是你公司的盈餘 那你需要會寫這樣的程式 這個在業界每天都在寫 如果你今天是做公司的 會計系統的人 每天都在做 而且通常已經 做電腦的人就是開發出這個系統 然後會計小姐就是會用這個系統 就結束 那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去開發這樣的系統 這是一種可能性 那你現在學到的東西 你有沒有能力做出財務報表的統計呢 你稍微想一下 我寫個回圈 假設資料都已經讀進來了 我寫個回圈 一筆一筆檢查 做加種 你會不會做呢 根據類分類 進行加種 會不會呢 往往很多事情就是這樣子而已 所以寫程式 很多問題不難 一再的重複 但是基本的就是 當你要寫剛剛的那個財務報表的程式的時候 你需要用到什麼 以剛剛的例子你會用到什麼 會計分類的 小計的 例子你會用到什麼 你會不會用到回圈 一定要用到回圈 你難道會用以弗做完它嗎 不可能 一定要用到回圈 你會不會用到以弗 很可能會 但是如果你用字典的話 搞不好還不會 可是即使用字典 我相信應該多多少少還是會有些以弗出現 那你會不會用到函數 如果你沒有用函數 你後面程式就很難維護 所以你要用到函數 你會不會用到物件 這個不一定 物件做得到的函數都做得到 那為什麼要用物件 它的思考方式比較像人 物件的結構比較像人的思考方式 OK 所以這些就在學這個東西而已 對吧 那 學完基礎之後 這些呢 是什麼時候要用的 前端的這個是什麼時候要用的 是 當你想把你的系統寫成網頁版的時候 然後 你就需要用它 寫成網頁版 就像這個網頁這樣子 寫成網頁版的時候 有網頁介面的時候 你就要用這些前端的技術 HTMLO CSS JalaScript DHTMLO Boostrap JQuery 如果你要畫圖的話 就會用Canvas 圖表 遊戲 衛星地圖之類的影像處理 OK 然後呢 接下來的這些是什麼時候要用的 你不太可能把公司的系統寫成 只有前端的形式 為什麼 以剛剛的那個會計系統的例子而言 你的財務報表會存在哪裡 你的財務報表不會是一個網頁裡面的政列吧 那你的財務報表會存在哪裡 會存在公司的某一台電腦上 對不對 你這時候呢 你想要 得到那個財務報表 抓進來做統計 你就必須向伺服器做請求 那伺服器誰寫 最後還不是你寫 因為公司的程式人員 搞不好就只有你一個 所以最後是你寫 那你寫了之後呢 自己寫伺服器 自己寫前端 前端從伺服器裡面抓資料 抓出來之後做統計 就這樣 所以你要學會後端伺服器技術 好接下來呢 你的財務報表很小嗎 放在檔案裡面適當嗎 可能不適當 為什麼 如果你的財務報表 放在檔案裡面很難查詢 很難查 很難查 那什麼東西比較好查 比較好管理 資料庫 所以 即使你會寫後端 你的東西放在檔案裡面 還是不恰當 你放資料庫裡面 這對一個企業來講 是很重要的 對個人來講放檔案裡面很可能就夠 譬如說我就放一個Excel檔 就夠我用啦 可是問題是對公司來講 一個Excel檔是不能運作的 你必須要是一個資料庫 才有辦法很好的管理 那接下來這些學完之後 其實整個web技術就夠了 可是呢 如果你今天 希望做的不是web 而是視窗型的程式 那就不夠 你就需要這些東西 譬如說 例如說 令令列的 視窗的 手機的 這些 開發工具 那 像 視窗的 你可以用nw.cs 這也是javascript 手機的 你可以用cordoba 或者是formgap 這也是javascript 那 所以 視窗和手機透過這兩個東西可以解決 再來呢 你都會寫了 連視窗手機都會寫了 接下來問題是 如果你在一間小公司 資訊人員只有你一個人 系統從頭到尾都有你自己開發 那 基本上軟體工程的問題 會比較不存在 還是有 因為你寫程式寫到最後 亂七八糟的時候 你就會需要軟體工程 但是如果你的程式從來沒有超過100行 你不需要軟體工程 因為 那個時候用軟體工程太早 那 如果你的程式已經到了3萬行 那你的軟體工程不好 你就會整個亂掉 問題是現實的程式往往是上百萬行 所以 沒有軟體工程是不行 所以這時候就需要一些軟體工程的東西 例如說你要會用版本管理 你要會其實自己寫也要會除錯 但是你要會做測試驅動開發 這樣子的話 軟體品質比較能夠確保 你要特別是網站的程式 你要用網站自動測試 那你還會整合測試 整合測試就是 我今天寫完一個程式 我把它放上去 系統自動知道說 重新全部測試一遍 這種叫做整合測試 然後呢 然後呢 如果 你希望做一些 比較 困難一點的事情 例如說你想教電腦 計算 例如說 辨識影像 我想教電腦 辨識 例如說車牌 車牌號碼 我有個朋友開公司 做 專門做車牌辨識 那個車 車子開過去對不對 那個不是有測速照相嗎 然後自動照下來你的車牌 然後就自動辨識出來 說你車號幾號 然後 就自動開檔給你 那這樣子的話 一切都不需要人做 可是沒有那麼完美 因為車牌辨識 很可能 會做不好 會有錯 那這種影像處理的 人工智慧的 或者是 統計計算的 之類的這種東西 就是屬於科學計算的內容 OK 那這個我後面 可能在各位三年級上學期 會開一門課 就叫科學計算 所以這個後面 還會有 反理工程應該沒有開課 那其他的大概就是 在這門課裡面解決掉就好 OK 所以 我們這學期課的定位 目前就是到第二部分 後面的部分 你現在 回去 你想先看 你就可以先自修 我寫到哪 你就可以先看到哪 但是 不要只看我寫的 你需要什麼 你就去買對應的書來看 好 如果你這門課 你還沒有買過書 而且你覺得自己學的不太好 去買一本書來看 選一本適合你的程度的書 什麼叫適合你程度 你看起來覺得 欸我看得懂 但是我還有學到東西 那就適合 如果你看得懂 但是沒學到東西 那代表那本太簡單 如果你看不懂 那代表那本太難 所以適合你程度的書 自己挑 自己挑來學 如果你從來沒有做這件事情 沒有買本書來自己看看 保證你學不會 當然有些人可以透過網路學會 但是網路有個問題 網路的問題是 往往他太多資訊 沒有系統性 然後你學過的東西 一再的再學 不會的東西還是不會 OK 所以不能完全依賴網路 你還是得找到適合自己的書 比較好 OK 那這是我們今天想 先讓各位知道幾件事情 那待會我們就可以開始來口試了 那原則上呢就是 請各位先把你的 期末作品先上傳 一定要先上傳 如果你口試過了 但是你期末作品沒有再上傳的話 我還會扣你分的 而且我會發訊息 問你 OK 那請各位回去之後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 雖然 雖然 或許你已經 考完去放寒假了 但是 社團上面有訊息 你一定要看 否則我在追人的時候追不到 我就 一樣 你放棄自己的權利 你那部分的分數就沒 好 這樣清楚嗎 OK 好 那 現在就可以 我們準備開始口試 好